幸福好时光 很高兴今天又访问到了邱文仁 邱文仁你好 丹如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邱文仁你看到她的时候都是笑容可举 非常非常的正向 那她最近又出书了 听说是三年才出这本 对这是我的第21本 但是距离第20本有三年 中间发生什么事 不是有疫情会比较闲吗 是的 但是因为我同时在写论文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因为我是中年以后才进入 清大去念心理研究所 我就发现说我一边写书 写硕士论文是吗 对硕士论文跟写像大众书籍 大众书籍我是一直都在写 那后来我就发现说要同时 写这两种文体 很难对不对 对我来说太难太难 对谁都是啊 像我比如说我写过三本 因为我算一下字三本 对三本 那我现在正在写博士论文 但是我发现每一次的在写论文的时候 都是平常自己写作必须要停顿的时候 你才能集中思考 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我出了两本书 可是论文对我来说 我觉得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都是字但不一样 这世界上很多东西 很多人以为写作很容易 因为你都会写句子都是字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从树状到那个什么各式各样文书 到文案到写作文 事实上每一种都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每次我被老师退稿的时候 我都会摸摸自己的头 说好那我回去继续努力 退稿小事情 我就有时候觉得说 我当然这个不用重讲 我当作家之前 因为真的天分不高 我只是很努力 我被从第一个稿子被录用 我认为那时候我十岁 觉得可以当作家 一直到后来真的 有开始出第一本书 中间我都被退过一百次以上 稿前都数不清了 然后有关于论文嘛 曾经写了一百多页 被老师全部退回来哦 这种情形我很受 我刚刚做的那个 这跟你文笔好不好没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跟你的两眼之间的那个东西 比较有关系 还有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 比较感性的人 所以如果说叫我做感性的发挥的时候 其实我就下笔如泉涌 就是他可以很快 可是写论文 他毕竟有那个学术的要求 所以很多事情 他就是一关卡一关的 他必须有根有据 然后有那个逻辑推理跟理路 像我们还要有文献证明 其实每一样 任何东西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 只是我们现代人比较幸福 你可以跨足 跨过很多鸿沟 然后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不像以前呢 写论文就只会写论文啊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今天来谈谈这本书 要敢思才能活 这是时报出版的 那他讲的是 让人上班如上坟的 时长五大痛点 上班真的有这么辛苦吗 我真的忘记了 我其实觉得 你上班会觉得快乐跟痛苦 不管你的性格是怎么样 但是你可能只要上班久了 你会碰到的事情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感觉上班如上坟 这是很多年轻人 现在会跟我分享的那个感觉 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 第一个你所做的这份工作 你自己并不喜欢 所以你在碰到那些磕磕碰碰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难以超越 但是即便说你很喜欢这份工作好了 我觉得像刚刚大人姐介绍我 说我随时都是这样笑嘻嘻的 的确我一直都保持这个状态了 真的真的很了不起 可是我仔细的想想 我所碰到的事情 那些磕磕碰碰真的没有比别人少 有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 其实我对你也算熟悉 因为很多是你自己的例子 对很多都是我自己的例子 然后那真的没有比较少 而且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我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做公关 就是企业的公关 所以我也是习惯性的 就是比较笑脸 然后和善对人 但是我心里是不是也会容易生气 说不定也是的 说不定也是的 可是有些人他真的就白目到 我必须要形容说这个叫白目 就是他白目到说 就为人看起来这样笑嘻嘻 好像脾气很好 所以他很好欺负 我觉得小人是无处不在的 你讲话比较温和 你讲的这些人就是我们所谓的 你不能叫他坏人 他只是小人 他会企图从把你挖深一点 或者打压你 而从中得到某些心理上 或是直利益上的利润 对或者是他心里的快感 或者是他在职位上的一些好处 对所以他们有的时候那个动作 我自己都会好惊讶说 你怎么敢这么对我 可是他们的 expectation可能就会觉得说 反正这个人好欺负 那不只是我啦 其实身边好多这种情形 那我后来有天就蛮火大的 我就觉得说 我就要像我很喜欢的一种小鱼类 这个小鱼类叫黄道钓鱼 我在这个书里又再提了一次这种小鱼类 这个鱼好小好小 它这个大小大概就跟大拇指的那个纸片一样那么大 然后它是鲜艳的黄色 在水族箱里好像有 对对对就很小 然后看起来又可爱又小 好像一口啪你就把它吃掉了 可是这个黄道钓鱼呢 它厉害的地方是它在尾部的旗的那边 有小刺 它就只有个小刀片一样的小刺 所以你要是觉得它那么可爱 这么好欺负 你要过去咬它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被它的那个刀片划伤 其实那个就是我崇拜的云 每个人都要有它的某种武器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对你是很respect的 我很尊敬的 我其实是希望对方也是这么尊敬我 就是大家是好来好去的 可是如果你因为我是一个这么客气温和的人 然后你就要伤害我 那我就真的要给你一巴掌 让你知道你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就这样要敢思 对不对 你写这本书先访问我一下 我其实蛮敢思的 你还说我可能是一个会生气的 我没有 我都承认我内在超级暴躁 虽然我在我讲话的时候还都 就算我要说狠话 但我都还被人带微笑 今天让大家畅快一下 要敢思才能活 你敢思吗 当然其实你也不能乱思 乱思就会被贴上一个标签 叫情商很低的家伙 你永远升不上去的 其实敢思要看你的背后有多少实力 对对对 敢思真的要看背后有多少实力 还有我觉得在职场上有一种人 他就是习惯思 然后习惯对人不好 习惯跟人家吵架 可是事实上他是误解了 因为职场他就是一个竞争的环境 然后竞争的环境里 其实有一般的日常 然后也有我们所谓的打小仗的时候 也有所谓的真的就是要打大仗的时候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好奇怪 他把他的日常 还有打小仗的时候打大仗的时候 他都当成他要拼的你死我活 这个很有趣 他就是一直全部都要赢 对他全部都要赢 对他也不太放松 其实你这种人你跟他在一起 就知道他整个人是僵硬的 对然后最后就会自己得了那种忧郁症 或者是精神紧张 因为一个什么都要赢的人 他会希望别人看他是看得很高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力不是很够 然后处处都在提防 或在做人际之间的小动作的话 他自己会搞得很紧张 对那表面看起来好像OK 可是其实里面的自卑感会越量越大 而且他会收获最多的敌意 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一定也有竞争的时候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合作 所以你如果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 你都是在这么防卫 然后或者是在战斗的状态 一直想要踩人一下踩人一下的话 自己是被自己累死的 所以我必须要在讲这本书之前 还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职场他真的那么可怕吗 他其实里面就是有很多磕磕碰碰 但是如果你把从头到尾都当成 就是你要杀的你死我活 那最后就累死自己 你不要把职场当成台积电的无城市 对对对对对 没有意义到处也都是灰尘或者是石头 但问题就是你自己也不要 就拿着一只刀剑在那里杀来杀去 很多人有个误解 就好像这间公司里 我把每个人都杀了 就杀一道杀一道杀一道 我就是最强的 其实现在不是这样的 外面多的是 那你干嘛在这里面就是互相卡来卡去 对对对 任何公司也是一样嘛 为什么情商高的人会升职 就是仰外必先安内嘛 而且其实职场里还是要结交你的盟友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觉得自己很厉害 从头到尾他自己都做得来 我觉得不是没有这种厉害的人 但是如果你懂得放手一点 有些事情让别人来帮你 或者是在关键时刻帮你说几句话 其实我觉得都比自己在那边拼命厮杀要快得多 但是我在职场上 我觉得我还好啦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 我一向都是很希望把能力贡献在工作上 我在职场上就是活这么久 比较不能接受一个人 也就是你帮他 然后他在背后捅你 可是这种事这么多 这种事还真多呢 这种事还真多呢 对啊 所以我后来觉得 就是一开始你发现那些 过来跟你交朋友 然后对你满脸笑容 我这书里写的真的很多 我一到新的环境来请我吃蛋糕的 结果我在书里就有描述一个 那个真的是我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大的震撼 就是那个人他隔着一个墙板 因为我跟这个老板就隔着一个勃勃的 办公室的 你刚好可能是老板的特助 刚好坐在外面 然后办公室的隔音不好 他竟然在里面骂你 对不对 然后讲的都是胡说八道 我真的是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可是我是直接就是敲了一下门 然后直接开门进去说你在讲什么 你个人其实跟我蛮像的 我也遇过类似状况 不过因为不是隔墙板 而且我这个人少跟金 我是旁边听到的人来告诉我呀 你不是跟那个谁很好 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吗 他跑去老板那里 一直在说你坏话 叫来老板把你开除掉 我心里想说哎呦我的妈 我怎么跟世人这么不明 可是好那你后来怎么样 就以那次的经验来说 是因为我刚到职 然后就有人他就常常对我示好 然后因为我是老板的特助 我坐在门口 你一到职对你特别热情的人 你真的要当心 真的要当心 提醒所有人 然后呢 对所以全公司 我想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会一起讲话的人 都觉得我们是姐妹套 是好朋友 可是就是有一天很惊讶的发现 隔着一个薄薄的墙板 他当然不知道那个墙板太薄 他就开始说 跟我当时的那个老板说 说秋文人是谁 你要小心哦 那个秋文人哦 那莫妮卡啊 常常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就是直接跟那个 我的直属老板讲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 因为这招是有用的嘛 琴节 因为他把你弄成小人 是是是 那个琴节实在是太夸张了 结果我一下气不过 我敲了一下门 然后进去 然后对他说 我没有说过这些话 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这个女生还很好笑 他看到我还大概太惊讶了 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说 外面会听得到 但是我心里想你 你讲什么大声 怎么可能听不到 对 结果他还对我大吼一声 他对我大吼一声 他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偷听别人讲话 还冲进来 然后 然后你就愣住了吗 我当然愣住了 这要回回去啊 我说通常我不会听 但是因为你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其实我的反应是没有那么好的人 对 但是他对我大吼一下 然后他马上冲出了那个办公室 然后还摔门 我还记得他在摔门的时候 把那个办公室的门锁 还给他整个就是拉下来 掉在地上好惊讶 可见他用了多大的力气 老是有成怒吗 可是我觉得那个老板的反应好好笑 那个老板那个时候是四十出头 他刚升上那个执行创业总监 是公司很大咖的 然后他竟然就这样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 然后嘿嘿 嘿嘿嘿 就这样笑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他好像很享受 两个二十几岁年轻的女生 在为他争风吃醋 这跟争风吃醋没关系吧 但是他那个表情 那种贼贼的表情 就好像说 哇他刚升上大官 这两个女的开丝 那两个女的开丝了 然后都在想要争取我的欢心 嗯 这就是你知道乾隆皇帝的快乐 真的啊 所以就是当主管有的时候 他也不见得 我如果没有解释 没有说明 他可能以为那是真的 是 而且这对新人很不利 因为他也不了解你 他不了解我 但是说真的啦 他后来还是很重视我 是因为我当时的工作 他真的没有我不行啊 这句话以后要少讲 在当时 反正已经离止了没关系 我这样不要给老板听到 他没有我不行 这本书是时报出版的 要敢私才能活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 也是每个在职场的人 可以看一下 要怎么样锻炼你的手段 不是我们故意要有手段 我们也不想要成为 某些这个无辜的刀枪下面的猎物 但是刚刚我又提醒 周本人他说 老板当时没有你不行 对不对 我当时也曾经人生有几度 在我年轻时这样想过 后来我发现了 老板的OS 老板不一定是最上面 是你的顶头上司 他心里想说我告诉你 地球没有谁都会运转的 你放心好了 这也是真的 对 这样我们心里就坦然了 那任何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小公司不适合你或什么呀 我说真的 你也不必一直想 哎呀如果我走 他会倒 这就跟谈恋爱的时候 不要再想说如果我离开 他这辈子没人爱 千万别这么想 他总是会找到比较适合的人 对就是需要时间啦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公司 然后我们想要生存下去 其实自己的能力 老板还是目前可以用的 这个时候就相对安全 但是如果说找到了 只是相对安全 对 但是他找到了 可以取代你的人的时候 这时候就看处得好不好 那你想想看 崇祯皇帝 难道不知道杀掉原崇欢 就没有降临了吗 是 对不对 可是这个书里其中 留着他相对安全嘛 但还是把他千道万光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能力很好 可是你跟我老是对着干 对 那跟一个其实没什么能力 但是每天在拍我马屁 顺着我的毛摸的人相比 其实是那个能干 但是又对着干的那个人 讨厌一百倍吧 是 而且他会觉得 真的功高正主也是对的啦 你威胁到我的自尊心咯 所以你在帮我做业绩 对不对 在帮我抵抗强敌 好那我们今天来说一个例子 我相信看到这个例子 挺有感的 是这么疫情以来 我看见旁边很多人是这样的 中年以前是妥妥当当的人生胜利组 大概都在外商公司 或者是一个就薪水相当高的行业工作 可是一场中年失业之后 其实是就是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没有了 就不创业比创业 就是创业比不创业惨 创业也比失业惨 而且还妻离子散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人我其实挺熟的 他就是一路都是人生胜利组吧 台大毕业 然后台大毕业以后进入了外商公司 然后也是一路顺顺途途做 因为他其实这个人不管是外表跟态度 都挺好的 所以他也做到了外商公司的经理 然后他简直就是他们那个家族的荣耀 他妈妈不仅觉得他是最棒的儿子 然后他老婆的娘家姐妹比较多 他也是最棒的女婿 反正什么都是最棒 一直习惯当有本身 对就很习惯 结果没想到 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很大的 没想到就是有一年 外商公司忽然就是撤出台湾 而且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 很多当对岸可能有很多的城市兴起的时候 有些外商公司他就搬了一个城市 他也非常习惯 有的时候像金控当时是被merge掉 你不管是就是你职位越高被踩得越快 对啊 因为他的整个总部就从台内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其实他也没有犯任何的错 而是整个大环境的使然 所以他就一下子忽然就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但是外商公司还是给很好的补贴 就是给很好的报偿 所以他当时手上也不是没钱 而且以他的资历也才四十出头 要去找其他的银行去做一个不错的职位 也OK的也没有那么难 可是当他去其他的就是本土银行谈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那些福利啊什么都没有办法跟外商公司比了 其实薪水的等级就是一个魔障 你如果退不下来 心里一直觉得委屈的话 你就会做很多错误的决策 是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呢 他就会觉得说他是怎么了 他一直都是最好的 可是他现在并不是没有工作 可是他不管去哪里 这些薪水都没有以前高 Title啊 还有那种整个感觉不一样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号称好朋友的人来靠近他 这是一个他的国中同学吧 其实说起来很熟 这近十几二十年也没什么联络 但是感觉就是好像很熟 突然联络又来对你好的是有点怪 对 然后这个人呢 他就说 其实以你的资历啊 还有凭我的实力 我们两个只要强强联手 我们只要强强联手呢 我们来开一个网际网路公司 你当董事长 我当总经理 你负责管理 我负责业务 然后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联手 创一番事业 他什么外商银行的经理 我们现在来做科技公司的董事长 这样子一来 这个人马上就心动了 第一个他觉得靠近我的是个老朋友 再来 这个老朋友他也是穿着光鲜亮丽 然后一副那个科技他好像很熟 说的头头是道 并没有仔细调查底细 并没有仔细调查 当然他也有稍微问一下朋友 可是其实其他人 说真的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觉得这个人就是看起来很光鲜亮丽 所以他一口气就拿出一千多万 然后就开始跟这个国中同学 创了一个网际网路的科技公司 然后办公室也弄得漂漂亮亮的 更重要的也帮这个朋友 哎呀创业哪有这么容易成功的嘛 就开始鼓吹他去抵押房子 然后想说再撑个一年两年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就这样子骗他 好结果他自己的钱越来越少 不只是那个退职金 不只是积蓄 好他甚至他老婆啊 岳母家的什么 大家的钱都拿出来投资了 到最后呢他身上没钱了 但是他朋友整天开个B&W 我们刚刚讲到了 他的国中同学在当总经理 每天开着B&W 也不知道谈什么业务 但是董事长的钱都烧光了 烧光了 其实这故事先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的很深疏 然后又要去创业 别当董事长 因为你后面连带责任很大 而且这个人因为他是习惯了 他是最优秀 他要当头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今天没有误采这个坑的话 他手上还有很多钱 他可以过很久 对不对 他耐心的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还是大有机会 结果他就是因为囚禁囚快 然后太爱面子的关系 结果就落入了朋友的圈套 那到底他科技公司 到底在开什么 其实那个一点都不重要 很多人到最后还不知道 那我们的主要业务什么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然后其实要骗他的人 就是要叫他把钱拿出来 对啊 你说个元宇宙 说我们找啊 我们一起找 说个元宇宙是现在最快的 不然就说我们来开 以前是叫我们来开个电商平台 平台有多少钱 可是真的投的人不知道 对啊 还说我们之后要上市 但你做什么内容 不知道 就是这种故事实在很多了 所以我我就觉得说 虽然人生在世面子其实挺重要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理智 还是比面子更重要呀 秋文仁写说这些专家型的骗子 他其实可能一直都这样骗 他也没什么目的 就把你继续骗完 反正公司倒了嘛 我也不算诈骗集团 对不对 那他们大部分看起来就是 是某个领域的专家 对不对 但其实又提不出学历 我说真的 然后第二是口才挺好的 通常挺好的 然后第三人际关系不错 非常会拉关系 就是那种 以前只要跟假设是 吴伯雄或李登辉照相 就会一直贴在 那个自己办公室的人 然后动不动就告诉你说 我跟他很熟 这种事我真的也常遇到 你有没有遇过 就是有人来跟你说 那个谁谁谁 说他跟你很熟 我说不好意思 他叫什么名字 你再说一遍 那名字我真心没看过 不然就来告诉你说 他说他很好的朋友 以前教过我 其实我到处上课 这是有可能的 可是教过我也不代表 他的课我很喜欢 或者是他是我的 这个领袖啊 然后他说所以呢 他现在要跟你 谈什么合作 或所以你要来这边 帮我们做什么事情 那可是这些都是 就是人际关系 常常是一种诈骗 你真心不认识他 但爱于面子 你真不好意思说 对不起我没听过 这名字 你都说好像有吧 可是你要会用 人际关系的人这么多 所以我也是在 编写这本书的 过程中 我自己也在训练我自己嘛 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我说真的也不好说是什么 但是我会笑笑的说 还真不熟 真的 你看你比我敢思 我会说 如果你听到我讲说 好像听过 但是我想我有点老人痴呆 我就记不得名字 我跟你说那一定是 就跟你的那个不熟一样 我只是故意把它讲好听一点 不然传回去很难听嘛 搞不好是真的你真的忘记啊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用自嘲 来让这件事情听起来好一点 那个意思就是真是不熟了 所以小心这些人 就是靠近你 好像为了好像是要帮你忙 其实是在设下圈套 对对对对 是 好那么 其实邱文人这本书叫 要敢思才能活 基本上就是跟你说 大部分的人 80%的人 身性都是很诚恳善良 那么遇到很多 眉眉角角的时候 就要任人宰割 然后自己在那生气吗 这个是最傻的了 但是说真的 我这本书有很多 就是揭露我自己 曾经被骗被伤害的过程 所以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 看了以后觉得我好勇敢 这么敢 把自己的笨写出来 我也看得出来 因为访问过你蛮多次的 对对对 就有知道有一些东西是 的确是你遭遇的事情 而且你那时候好惊讶 而且整个很沮丧 对啊 很多年前了 像要得忧郁症一样 就只是因为 你在公司其实算是 办公室也做得不错 但是就是有人要你的位置 所以一直在跟老板说 你都是利用公司来发展自己职务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控诉绝对是有效的 对对当然 对不对 何况你都越来越惯了 只要老板相信的话 老板找个借口 对对 我也常被控诉 你放心 对但是现在会觉得 如果再碰到这个情形 我的成熟度来说 第一个我心里并不会这么受伤 我会先告诉自己 就是说自己真的是因为 在一个不错的位置上 所以别人才会想要去伤害你 因为如果把你气死了 自己走了 烂狗没人靠近 如果我真的很糟的话 也没有人把我针对 可是如果说 我以现在的年龄 现在的程度碰到的话 第一个我心里不会太受伤 第二个我会愿意 好好去跟老板讲 说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就是要解释 但是其实老板那时候 没有给你任何的解释的空间 他的裁判已经下了 可能他也是被激怒了 被别人的谣言激怒了 你就是个月飞 已经被推出去斩了 这种情形 我现在就会当作是碰瓷 就是在路上 你也没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可是你开车开开开 人家来撞上你 然后就说是你撞到他 这种情形三不五十 也是可能碰到 我在你的书里 还看到一个非常惊讶的诈骗 我想这样也可以骗 也就是你说2020年上半年 也就是疫情已经有一点点 这个开始的期间 你陪着一个朋友 这是不是你啊 就是要去小出版社拿回音频课程的合约 然后呢 我觉得音频就这样啊 就算没有出版 只要他拿回合约 也就是这一对的出版社夫妻 比如说今天我跟请邱文仁来开个音频 后来我都不出 那邱文仁就会觉得说 怎么这样浪费我的时间 那你不出你还给我啊 结果他其实他真的目的是我还给你对不对 那你给我几十万吧 对对对 他其实是要骗这个钱 对 是啊 这在台湾哦 在台湾啊 后来怎么了 就是这个受害者呢 他也是出很多书的作家 然后呢 他就是前面都是跟大出版社去合作 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嘛 他就觉得说他也想要支持一下 那个好久不见的朋友 其实也是这一对夫妻出版社夫妻来找他 所以那个时候合约他也没有太坚持 那个合约就变成好像叫做共同出版 共同著作权的合约 结果到要上市了以后 快要上市的前两周 这个夫妻忽然说 这个中间里面有很多问题 虽然他们不出了 但是这么好的作品 他们非常乐意让给别人 好 那这个受害者 他就觉得说很生气啦 就是说跟你搞了半天 然后你一天到晚在那边指手画脚 要我改这个 结果也没有 结果也没有 结果你也没要出 那你合约还我好了 结果对方呢 就给他一个list 说可是这个中间我有付出什么什么的 所以等于就是要他赎回合约 总共要多少钱 就二三十万 其实也不是多大 但是呢 就是反正就要一点小钱 而且呢 他还中间要他签一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告诉第三者 我们不排除还要跟你再要double的这个钱 结果这个受害者 他马上就觉得说他被诈骗了 所以他就离开了现场 其实是被他旁边的朋友 除了 我不会 不排除 不排除 要我 不排除 我 我 不排除 我 我 我们 我